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传承169年的基隆中原季正式展开 8公尺高的Q版郭子怡主灯 在海洋广场点亮 吸引了许多民众跟主灯拍照 也成为中原季期间海洋广场的新地标 画面上是中原季主灯的点灯活动 除了舞蹈表演之外 最大的特色就是8公尺高的Q版郭子怡主灯 正式点亮 3 2 1 我们最主要设计一个主灯 那我们今年的主灯会比较特别 就是唐代的名将 平安死之乱的名将就是郭子怡祢 那我们今天我们有做一个Q版的郭子怡它只有6公分 那我们今天把它放大100倍放在海洋广场 那我想这应该是全台第一个 郭子怡它的颜色它的设计是由我们一位蒋老师设计的 这个是在2008年就设计好 但是那时候没有把它好好利用 所以我们今年把它花扬光大 这场中原季主灯点亮活动 包括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子伟 吴华嘉议员 文化局长江廷梅 及担任轮值主谱郭信宗清会副主委的郭美秀议员 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廷议员 还有世界郭信宗清会理事长等贵宾都到现场共襄盛举 15年前我有参加 那15年前我们郭市宗清会主谱还是一样 唯一我一个女生 那今年一样也是唯一我一个女生 我希望以后我们这些 就是女子这样 就是女子这些郭市宗清会的姐妹们 共襄盛举 我觉得这意义很有意义 那今天这个盛举我也觉得 办得非常成功 连老天爷都在帮我们 你看那么好的奠记 那我们今年的主轴跟我们的诉求是平安 那我们希望基隆能够拥有更多的平安 然后让大家都开开心心 那当然前几天虽然发生了令人难过的事情 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努力的 把我们未来的相关工作 要把它后续做好 总之大家一定要更平安 那今天在海洋广场 郭信宗清会主谱的这个中心会 来举办这个我们的开灯仪式 有一个特别一个郭子仪的意象 我想非常感谢文化局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郭信宗清会 这么认真的来逐步我们的活动 那我想我们这样子的文化科宜传承 值得我们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 那我想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 其实越在地越国际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台湾的我们国际的朋友 都可以来认识我们基隆 这样发扬这么久的一个历史文化 点灯现场也邀请在地团体 进行悲观演奏 安排现场的贵宾敲平安钟 今年中原季的主题是平安 市长谢国良也欢迎各地民众 中原季期间来到基隆 感受这份平安与中原季的文化底蕴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接网报道 农历七月台南市政府 以清朝府城三大起案当中的传说 规划最强女鬼的散步导览路线 除了走访景点还有美食介绍 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来听鬼故事 由台南消息一出 线上报名4T次120位即可秒杀 台南因为是台湾最早开发 所以充满许多民间故事 像出生于姑父妈庙附近的成熟娘 传说因为受入死后化为厉鬼 甚至敢和神明斗法号称最强女鬼 类似清朝府城的三大起案 还包括临头姐复仇等等 都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鬼故事 台南市配合农历七月 特别规划最强女鬼的主题游城 把她揭开她的面纱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有趣的 这个节校的 守节守校的一个故事 那透过这些景点 话音为讲 那话案为名 大家来参与 然后来导览 然后透过专家 这个我们蔡老师跟蔡老师的 这个专家的口中 来陈述这样的一个路线 这个历史的铺陈故事 然后让大家来参与 观光旅游局透过记者会宣传 即日起开放120位免费报名 届时也会准备 俯城皇庙的书签 以及永华公广泽尊王 加持过的平安符作为参加礼 让每一位参加导览的民众 在鬼月出入平安 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 一起来听鬼故事游台南 你要说七月不能有恶鬼 所以说你看完了 看完了最强女鬼之后 要记一记五藏庙 看完了这几个庙之后 要记一记五藏庙 所以来享受在孔庙周边的一些美食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七月来台南一点都不难 这回邀请大家来 试胆量的主题游城 记者会发布 虽然到九月八号才截止 不过根据了解 消息一出 四个提示 120位名额立即秒杀 记者顾文集台南报道 因应农历七月 高雄有家烘焙业者创意发想 将美味吐司化身为 可以吃下肚的精子 传统公庙也因应潮流 推出了环保米精子 让传统祭祀节庆 增听了轻松斗趣的气氛 农历七月来临 大多数民众都会开始准备贡品 来祭拜祖先 但往供桌上仔细一看 精子上面不仅有着Q版的 福禄寿神仙 拜完后还真的可以一片片 撕下来吃下肚 而这正是烘焙业者 创意发想的千层吐司 师傅大家想来的东西是 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趣味性 尤其现在大家压力也都很长大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这个比较可爱的 会让大家觉得 我们跟这个台湾比较传统的节日 不管是宝贝也好 或是中年节也好 都好 但更多年轻人去透过 这样的有趣的商品 去跟我们台湾有些文化 产生更多的连接 对那当然这个包含 福禄寿的山珍神明 然后到金植这个概念 其实想要传达的就是 对宫庙的一种尊敬 跟对台湾文化的一种 就是特别喜爱的那个方法 不只面包业者发挥巧思 把金植变成了吐司 也有传统宫庙为了提升 民众祭拜时的环保意识 推出米金植 方便信众拜拜完后 还可以带回家主食 庙方也逗趣的表示 这个真控包装保存期限更久 因为我们庙其实就是 有时候在政策上的推广 或是环保上的议题 其实我们也是尽量的去推动 那当然如果是比较老一辈的 他们对于传统上的金植 我们也是会提供 那我们这边会特别再提供就是 比如说这种平安米 平安米就是以米代金的方式 提供比较多重选择 有些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东西的 接受性还是蛮高的 那这个米其实拜完之后 也可以带回去吃平安 它的保鲜期其实基本上也比较久 那当然传统上 还有其他即食品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元性的提供 现代人祭拜方式百百种 百公百业也为了因应时代潮流 推陈初心 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意 同时间更让年轻人在特定节庆中 可以近距离接触并了解传统的信仰文化 记者李嘉语 前高雄报导 再带你来看 竹围鱼仙节 齐航先进 即将在8月26、27后登场 由VR体验 海鲜美食品尝 音乐嘉年华与教育剧场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 有请大家一起来竹围鱼港 欢度周末 3、2、1 请起动 竹围鱼港的年度盛会 竹围鱼仙节即将在8月26号、27号 这次以齐航先进为主题 安排了VR体验 海鲜美食品尝 音乐嘉年华与教育剧场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邀请民众一同共襄盛举 竹围鱼仙节定于今年的8月26号、27号举行 欢迎全国的游客来竹围鱼港 包含我们有千古捕鱼的VR体验 那也非常新鲜的鱼货 很多的优惠 让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来这边 现实来抢购 那当然我们最重要有一个音乐晚会 包含我们的文琪 还有我们梁文英这些大咖的这些歌手 都会在我们的天幕广场来演唱 让大家有一个夏日的音乐晚宴 那最重要的我们的两天活动 也邀请到包括海波的这个儿童剧团 那还有很多的这些新鲜的鱼货 在现场让大家品尝 这次于仙节邀请了众多歌手跟表演者登台 其中包含了梁文英跟张文琪 张文琪还在记者会中现场炸美食 提前分享竹尾鱼货的新鲜跟美味 活动当天会免费发送400份炸物 让大家享用 来到这个地方一定要 就是亲力亲为的去试吃 然后去看一下市场怎么样 然后它上面带子已经有写说 可以宅费 所以它可以马上就是遍地开花 是 寄到高雄 寄到台中 寄到台北 所以我台中目前有五家铁 在我们8月26号 就大家都可以一起来 来饗宴这个师傅的厨艺 是 所以大家真的要敬请期待 二六二七丰富的活动 接下来 现在二十六号是师傅厨艺 立法委员黄世杰也特别到场参加记者会 大赞植尾鱼港的好风光与特色 希望大家8月2627两天都能到植尾参加活动 感受充满乐趣的海洋之夜 这个可以说 我们今天记者会可以看到 当天一定会是 这个好看 好吃 又 所以不但有 这个非常精彩的表演 音乐 饗宴 也有 这个美食的饗宴 而且还有海鲜的拍卖 我想这些亮点 特别适合合家 有很多的亲子活动 你看我们除了表演之外 还有这个儿童聚会 也会到现场 所以适合 在何家来这边地球 来这边参加 也让我们的 竹温鱼港的这个经济的活动 可以带来更多的益处 竹温鱼先节 旗航先进 在8月26、27号 一连两天登场 有精彩的表演 海鲜直播秀 儿童剧场 以及海洋保育教育剧场 活动期间还有消费满额赠 邀请大家一起来竹温鱼港 欢度周末 记者来唯一投影报道 基隆2023超跑江年华 在基隆港东岸地区举行 现场来了100多辆的超跑 展现了基隆港都城市的 开放潮流与创新活力 这是超跑直线加速秀 0到200公尺的加速魅力 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真的大家都蛮开心的 希望政府可以多试试 过去都是在南部旁边的 中南部跟东部 东部居多都在东部居多 对对对对 基隆2023超跑江年华 这次基隆超跑江年华在基隆港东岸旅运中心与中正路南向车道举行 现场有赛车女郎挥舞着旗帜 为活动增加青春与动感 现场有精彩的超跑直线加速秀 超跑静态展 以及在地的文创产业市集 希望用活动来提升国际港都基隆的知名度 这个活动也吸引许多民众来现场体验 开心的跟超跑拍照打卡 开幕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许多市议员 市政府与港务公司等主管都到场参加 感受基隆不一样的开放与活力 你们年轻人要记住一句话 有钱不可以任性 随便去买车 买超跑 买蓝宝基尼 买那个 什么最好的车 也能拿到 那种的 要过 你要知道 开什么车 要有什么技术 其实我一直在呼吁强调 要告诉你们 要有正确的观念 才能减少最大的伤害 我还是要代表市府 谢谢包括我们总会 包括我们基隆港务分公司 以及我们全体的一个市府同仁 让我们这次活动能顺利来推动 要做第一个是螃蟹的人总是特别危险 而在基隆 从来没有一个海港城市 敢在海边的主要道路上面 办超跑活动 所以我们基隆算是 与其说是海港城市 倒不如说我们很敢尝试 我们是第一个赤螃蟹的城市 其实某个程度上也符合了未来 有关观光上面的一些元素 超跑嘉年华的现场 吸引许多民众全家出动 来体验北台湾少见的超跑嘉年华 让基隆这个国际港都 增添许多开放潮流的海港魅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雄赞是台北市观光大使 今年雄赞生日要出来拼经济 以实际的行动 共带领熊粉们走访台北各个地下街 发掘台北丰富的美食伴手礼 将好康产品介绍给大家 台北东区地下街 进驻好吃好买的商家 吸引许多人潮走逛 台北市观光大使雄赞 也特别来此庆祝生日 号召粉丝民众一起到各个地下街 挖掘美食好物 台北地下街有的逛 就是小孩喜欢啊 你拿到什么 熊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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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是熊赞生日 特地带小孩子来看他 我觉得因为这边人潮还蛮多的 蛮适合的 而且也不会说太爆满之类的 可能会活动会进行那个视频吧 其实他就是蛮干净整洁的 就是招牌明亮啊 就是你要逛什么 其实都还蛮清清楚楚 然后动线也算是蛮 就是还蛮流畅的 对 我们地下街是非常有特色的 像我们的东方不败的五银茶 五银茶 那边在这东西上圈 这条街唯一存在超过五年以上 生意非常好 对吧 我们的老菜包子啊 还有我们智慧图书馆 然后在平常我们的地面 东西里面很喜欢去那边 吹吹的去看看书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们后面的面包店 然后一个走到底中的成品薯片 其实东西地下街是蛮丰富的啦 所以大家你看现在人潮非常多 那这几年在付出的时候 这个地下街的包含 地下街的管理东西 也非常的用心在管理这边 那我们逛完之后 我们去哪里 大家可能会知道 我们上面的混市集 对 混市集在这两年呢 其实带了非常多人潮 那我现在大家可以去走一走 很多文青的商品 让大家知道东西没有没落 东西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辣妹 对不对 对 熊站喜欢辣妹吗 对 他是雷达啦 他是辣妹雷达 你看他来到这里 不能跟我抢 不能跟我抢 八月都是他的生日院 那我们其实今天熊站 身为观传局的议员 台北市的观光大使 我们就希望今年过年 过生日 他能够就是用实际行动 带熊粉们 来我们很多台北市的各个地下街 来把地下街好看的 而且很棒的产品来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欢迎 今天是开始 第一场 所以我们还有酒场 欢迎各位熊粉 来跟着熊站 来到每个地下街 来发掘每个地下街的 漂亮 好吃 好买的地方 很开心哦 今天熊站第一站 就来到我们东区的商圈 那我想东区商圈 是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 商业聚集地 也是不管是年轻人 或者是有一点点年纪的好朋友们 都会在东区找到自己的会 所以透过熊站 接下来还有酒场 在台北市各个重要的商圈的循环 我们都会希望大家在意后 能够出来走走逛逛买卖 好帮熊站庆生 也刺激一下我们台北市的卖曲 熊站带领全唱大跳主题曲曲 抢西周边民众目光 现场气氛热闹火落 更有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的熊粉 献上生日祝福 熊站借着生日月 在台北商圈地下街巡回 首站出了东区地下街 也到混市级逛逛 邀请民众在意后出门消费 因为以前其实熊站生日 大概就办了粉丝见面会 因为他其实有将近20万的粉丝 忠实粉丝 那我们想说其实疫情这三年来 熊站不要只是自己过生日 他应该也要出来拼经济 帮忙拼经济 所以今年熊站的生日 我们就把它变成生日月 让他在我们台北的一些地下街的商圈 还有重要的商圈 都能够来带着熊粉们 来到各个商圈来拼经济 来消费 然后也多透过在走动商圈才发觉 说其实台北有非常多的美食 也有很多的伴手礼 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你想要花钱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 那另外就是其实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在东区 我们都知道像我这种年纪的 第一次要买奢侈品都一定是来这里的 等于是这里是台北的百货的原生地 还有它的巷弄美食 只要任何有新的美食一进来 第一家店都会选这里 所以这也为什么今天熊站 我们把它带来暖壽的地点 就在东区的地下街 对 东区没落以来 其实是我们独入了非常多的资源进来 来振兴东区 那这一次观察局也带我们的熊站来 我们也蛮高兴蛮惊讶的 因为熊站毕竟有20万的粉丝 那今天在地下街的时候 带来非常多的人潮 那我相信熊站在庆生 一定会让东区带来更多的人潮 进来东区带来做消费 熊站庆生活动一直到8月30号 邀请民众一起来追熊 完成指定任务并上传至熊站 脸书粉丝专页指定贴文留言区 还可以抽熊站主题住宿房一晚 熊站造型风扇 熊站运动毛巾 及熊站热气球造型泳泳卡等周边好礼 熊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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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口巴口巴口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高雄市观光复苏 每逢假日各大景点都是人山人海 根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到访人数最多的景点是莲花坛 逼近300万人次 不过当地的停车问题 可能会导致游客的到访意愿 最好是观光客 越多越好 今年上半年高雄市到访人数最多的景点 就是位在左营的莲池坛 有将近300万人次到访 再加上一月的高雄灯会首度遗失莲池坛 光是一月份的莲池坛就吸引了167万人次到访 居住在当地的民众对于莲池坛的喜爱程度也是相当高 我们天天都来啊 景点很美的啊 很不错 所以说我们是每天都来 我们很开心啊 我们很开心是他们会想要来这里玩啊 但是这是好事啊 对我们周边的店家都是好事 根据交通部公布 今年上半年观光油气据点人数统计 莲池坛292.5万人次居高雄之冠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而其中莲池坛的指标性建筑龙虎塔是相当热门的观光景点 不但台湾人很喜欢也受到不少国际旅客的喜爱 不过最近刚好在维修暂停营业 都是日本比较多日本人 可是现在龙虎塔在维修后 这个可能就会比较 会比较有一点遗憾 因为这个龙进虎出的话 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虽然莲池坛是非常热门的景点 但是附近店家认为 当地的停车是相当的不方便 也正因此影响到客人亲自来到这里消费的意愿 但是唯一遗憾的就是说 这里的停车真的很不方便 尤其是到了假日 我们有些客人 他假日他们不喜欢来 所以我们就只好透过LINE 透过LINE跟客人讲说 我们你要不要 那些人可以说我很喜欢 高雄热门景点莲池坛受到各界的高度喜爱 不论是台湾人或是国际旅客都赞不绝口 但是当地的停车问题可能或多或少 也影响了部分民众来到莲池坛观光的意愿 记者曾光沛 庄书亭高雄报道 再带你来看新北市立图书馆板桥四维风馆重新启用了 以清晰森林系风格打造 同时升级儿童阅览室 希望带给读者自然舒适贴近森林的惬意感 后浦国小管乐团悠扬的乐声为四维风馆启用仪式带来温暖切业的音乐 18号上午 新北市副市长朱蒂芝 以及新北市医员宁国村 黄淑军 叶元芝 和板桥区长陈其正和多位里长 一起来为四维风馆重新启用 朱蒂芝表示 四维风馆是第37座重新改造的图书馆 升级后的儿童阅览是以清新的绿色调 搭配富含大自然气息的木植书架 营造森林系的田径氛围 希望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利用 其实阅读是成长的一个开始 那侯友宜侯市长一直非常重视 我们所有新北的文化底蕴 尤其是月族长域的这一块 所以市长在从108年上任了以后 已经完成了六座的图书馆的新建 那同时那这个是第37座 我们去重新改造成为 跟现在环境结合很棒的一个图书馆 新北市现在有105座的一个图书馆 我们都欢迎市民朋友带着你的家人 带你的小朋友跟你的朋友 共同来享受阅读的乐趣 在这个美好的阅读环境里面一起成长 此外这一次美国绘制文教基金会 还捐了4000本的外文图书 让这里拥有多达13000册的儿童外文图书 各年龄层的小朋友都能够找到士林的阅读书籍 朱蒂芝表示 阅读汇本是孩子学习英文的最佳选择之一 为了推广亲子共读 更设置的婴幼儿双语学习专区 让爸爸妈妈可以透过陪孩子读英文汇本 与孩子共同享受玩英文的乐趣 感谢美国绘制文教基金会 在我们四围图书分馆这个地方 在这一次重新启用以后 它捐赠了4000本的外籍原文书 那这个外籍的原文书4000本加进来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四围图书分馆里面 总共就有13000本的外文的图书 这是我们新北外文图书最多的一个图书馆 而且是for我们小朋友 专为我们小朋友而设置的 这个外文图书的阅读区 那在整个国际化双语化的一个发展趋势之下 我相信很多新世代的爸爸妈妈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国际的竞争力 我们欢迎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 带着你的小朋友 共同渐润在我们国际双语图书的环境里面 四位分馆刚启用就有不少家长和小朋友 一起敞扬在书海中 张小姐说 改建前她就常带着小朋友来看书 现在从空间到动线都更清楚了 也更适合亲子共读 图书馆重新装潢之后呢 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而且这边的整个的流线型的设计 也更适合小朋友阅读到更多的书 而且就是说 让他们能够更适合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装潢之后 更适合我们家长带小朋友过来阅读 板桥四位分馆改建总工程经费约1920万 长书超过7万册 为了欢庆重新开馆以及迎接即将到来的开学 将推出一系列儿童外文学习活动 从8月18号起到9月10号 陆续有绘本ABC 亲子共读So Easy 英文绘本戏剧体验影 美与地球村和童话王国演习班等活动 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 创造更多美好的亲子阅读时光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三年前在台南安平区发生的追撞车祸 造成了一位骑电动自行车前往补习的16岁学生 卓千勇失去宝贵的生命 千勇妈妈詹竹宁在痛失爱子后 致力推动道路安全讲座 更将车货赔偿金全数捐出 购买了一辆救护车赠予台南市消防局 期盼能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 避免心痛的事件再次发生 这天在台南市消防局这场救护车捐赠仪式 特别的感人与伤感 因为这台救护车是用16岁少年 卓千勇的性命所换来 卓爸与卓妈将儿子的车祸死亡赔偿金 全数捐出购买一辆救护车捐给市府消防局 希望化小爱为大爱 能够挽救更多宝贵性命 神奇的巧合 也让他捐赠到了我们生活区域的安定消防分锐 就像换个不同的形式 仍然守护着我们大家 当然希望大家都不会用到他的时候 我们也请千勇要保佑这台车上救助的患者 都能够安康 感谢协助这台救护车 能够成功捐赠的所有人 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仪式 代表市民向千勇以及千勇的爸爸妈妈表达感谢 今天的捐赠 千勇一号特别让我感到揪心 也感到感谢 为什么 因为千勇是用生命的代价 以及捐赠救护车的方式 能够提醒大家重视交通安全 千勇爸爸千勇妈妈也特别提到交通安全教育 不管是对学生或者对接送的家长 能够强化交通安全教育的话 当然一定会更有效的养成交通安全的习惯 以及念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我们特别特别的谢谢千勇爸千勇妈 能够让千勇的代言延续 也能够不只是在救护车之外 能够让交通安全伸直人心 千勇爸妈在捐赠一事后 也与市长黄伟哲交换意见 表示现在的校园交安宣导 只注重在国小阶段的学童 日后希望对于国高中也能够补强宣导 加强学生防护意识 避免憾事发生 记者张硕为采访报导 下个月就是中秋节 各式的中秋礼盒也纷纷上市 今年唐市政基金会邀请工艺大使谢欣颖出席代言 并以唐市政画家杨卢婷画作作为概念呈现 希望透过唐宝宝的画作 在兵家必争的中秋送礼市场被看见 唐宝宝以特殊造型装扮 化身为星球宝宝 和工艺大使谢欣颖一起带领大家遨游新计 今年唐市政基金会以与星球共舞为主题 推出多款中秋经典限量礼盒 谢欣颖不只出席代言 更拍摄公艺影片 号召民众一起认购中秋礼盒 我真的觉得唐市政基金会里面所有的礼盒 因为每一次礼盒我都很荣幸 我可以抢先吃到 好好羡慕耶 对 而且是很多 所以我很常会分享 给我身边的朋友跟家人 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赞不绝口 然后到有时候像节日或是像母亲节 不是会认爱礼盒吗 对 就是我也会自己去订 因为我真的觉得 那么好吃的东西 你应该要分享给所有的人 对 唐市政基金会中秋星球系列礼盒 以唐市政画家杨如婷画作为概念呈现 推出多款中秋经典限量礼盒 主打款月光森林 双城绘本礼盒 以描绘海踏家族彼此扶持的概念发想 礼盒总共有七种口味 另外还有多款设计组合 让消费者无论送礼自用都有更多选择 那今年我们中秋的主题最主要是星球 那为什么会用星球来作为主题 最主要是我们唐宝宝 其实他们很会画画 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礼盒的封面 都是用唐宝宝的画作 那我们卢庭 那你看到的这些画画都是卢庭的画作 还有一些是我们名人小作所这些孩子的画作 那我们希望透过孩子的一个画作 然后在礼盒上 那让所谓的社会大众人看到 是孩子其实那么努力 而且他们那么天真 可以在画画当中可以表现 而且可以跟中秋的星球来做一个结合 谈论基金会有四家的皮股工厂 还有十一家的小林作为所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孩子 实际上高中高次毕业之后 没有地方可以去 那我们信念他们能够未来可以进入职场 所以我们的小林作为所跟皮股工厂 让孩子都能够可以在这边歇息工作 也适应未来怎么样进入职场 那他们也可以很努力的做一些高品 甚至做一些包装 甚至可以跟我们一般人来做互动 让他们其实可以未来可以更社会化 然后平常也可以在社区走动 然后让社区了解 其实孩子是很可爱 那提供他们一份工作 是我们未来希望的一个最主要的想法 因为一个身上孩子 如果他能够赚钱 能够养家有工作 对父母来讲是一件 他觉得很可喜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没有办法训练他们 那他们如果在家里 其实又成为爸爸妈妈的负担 因为父母需要工作 那如果孩子在家里 父母又不放心 所以我们为了让这些高中高次毕业的孩子 都能够有地方去学习 所以我们创立了很多的 比如工厂或想做 让他们白天也可以在这边 一面学习 一面工作 然后一面快乐交朋友 卢婷就是画画能力很好 就是他是从小就有在学习画画的 那其实他在画画的过程中 他的画风是非常就是鲜明 而且有个人特色 那他在创作的过程中 其实老师基本上都会给他一些就是图样 那图样他其实会结合他的生活经验 或是他喜欢的元素 然后去做搭配 就会产出就是他个人 很有个人风格的就是画作 台北市劳动局长高宝华 与社会局长姚淑文 也到场支持基金会 并大赞高点美位 劳动局长高宝华 更当场认购十和中秋礼和 我们投入在小朋友身上五十万 但是他一生的产值 平均来讲会是八倍 会是八倍 就从我开始可以做事 可能18岁开始做到45岁这段时间 产值是平均是八倍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切入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放更多的教育训练的成本下去 因为他可以减少了非常多其他的社会的资源 尤其是医疗资源 把那些医疗资源 移到了这个教育训练的费用 我想这应该是蛮好的一个做法 而不要因为他没有办法工作 待在家里面 相信他比较容易生病 那比较容易生病 医疗资源 社会资源用的就非常多 蒋市长其实在上任之后 也一直针对于生障的孩子 能不能给予更多的社会福利的支持 一直在努力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上来讲的话 也把它当作是一个优先部件的措施 我记得我们在盘点 这个南港的这个机场的一个据点 我们希望在这里面做什么样的社会福利 但是呢市长马上拍板 优先给生障 那我想我了解 我也能够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把最佳的据点 给我们更多真正需要被照顾的对象 但是因为在整个社会福利工作上 我们真的要面临很多的一个挑战 我们也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起来协力 今天有很多的家长 其实大家都是在分享你的经验 贡献你的爱情 然后甚至走出你的热忱 一起来帮助我们 其实今天我们虽然是因应中秋节 但是各位 我想今天在座的所有企业都不要忘了 其实我刚刚特地跑去 我是一个爱吃的人 所以我马上跑去看我们的商品 我们除了中秋月饼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什么芋头书 那甚至你还会看到 有所谓瓦尖烧 还有蛋卷 还有咖啡 所以平常的时候 其实企业不用等到中秋节才来买 我们其实平常下午茶时间 都可以把它够买好 然后买满 唐氏镇基金会 中秋礼盒 每合399元起 一盒月饼可以品尝到 三到七种精选口味 除了8月30号前订购享有 早鸟优惠外 企业订购也额外享有 大宗优惠 欢迎永月认购 让中秋送礼也能做公益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新北市文化局 结合永和社区大学 及彼样广场 在永和宠物友善餐厅 发表猫猫狗狗好时光 即日起到10月20号 带着永和友善动物店家的地图 前往区域内的店家消费 并盖章集点 即可兑换限量的活动礼包 新北市文化局吸手动物福利行动艺术家林中北 及艺术团队制作的2023友善动物店家地图 日前在永和宠物友善餐厅进行发表 即日起持地图前往指定店家消费 并集点10月20日前可以到比昂广场 或永和社区大学兑换限量活动礼包 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它的这个从地图制作到整个成果 它我们这次符合联合国SDGs永续发展目标的四个项目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友善动物店家分类 而这个分类并不是所谓阶级的分类 它是一个让以便大家好区分的一个分类 也让大家就是说 譬如说你有想带宠物过去 你会知道哪几间不能带 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这些做 所以我们一共分成四个点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在讲 就是有些店家他可能还同时做中途 同时做咨询 同时做救援 所以在这个责任领域上面 就是他们会做更多 那我们一共分成这四点 然后在我们这个每个店家 的店名 店名的附近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符号 就是让你做一个好识别的效果 因为我那时候是跟着老师去了 汐子咖啡 然后那边的老板 他都是那种用汽车机车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店 对然后而且连老板开店的时间 就是表定是两点 但是两点去他也不一定开门 对那就是从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发现 每一间店都很有他自己的个别特色 对然后即便有一些可能 因为有很多店嘛 有一些不一定有空空间去 可是透过上课的时候可能 有看到照片啊 或是同学在分享的时候都会 就是可以多多少少去感受到那些东西 永和地狭人愁 5.7平方公里内 居住着约20万人口 您的动物事件实有所闻 计划人林中北表示 通过数据显示 该现象可能与人口密度有关 当人与动物居住权发生冲突 动物有三店家扮演着缓解的角色 其许能让人与动物间彼此获得疗愈 其实大家都知道永和他是一个 曾经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那在全台湾来说 传统市场跟人口比他也是密度最高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传统市场多流浪动物就会多 因为他们好生存 那再来我们还有获得一些数据 就是说譬如说动物受虐的这个比例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人口密度有关系 所以很明显就人与动物的居住权发生了问题 那尤其又有人要讲 就是说近年来 什么没效的最多 那永和其实在他那个精神科门诊上 那个比例也是相当的高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还完相扣的事情 所以能够透过这些店家 这个让大家认识这些店家 去这些店家 其实他都有很强烈的疗愈效果 透过这样子到店家 他有一些软性教育的性质 他可以让这个 这个整个地方可以变得更好 人基本上你跟动物的相处 你可以有一个和谐的状态的话 那你跟整个环境之间的连接 就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子 林中北透过地图串联起人与动物之间的桥梁 共创友善和谐的居住空间 其许为双河地区带来更多的关爱与温暖 记者苏建明 新北采访报导 封闭一周的基隆大五轮沙滩重启了 不少游客一大早就来等待 市政府增加广播设备 警语告示牌 而岸上的救生员不断在现场广播 提醒游客不要超过警戒线 中午12点一到大五轮沙滩出入口 封锁线正式打开 游客络绎不绝 迫不及待准备到沙滩细水 昨天就先从南投上来到台北 然后今天再回到 再到那个基隆这边 所以安排早上就是要来万木山 对对我们七八点就出发 过来这边 这一群从南投来的游客 总计18人 成了沙滩开放后首批的客人 为了确保这是安全 勇具福具统统带好带满 那个救生亭之类的啊 反过风手线好像也拉进来一点 对比较好 你们觉得比较好吗 沙滩开放后 海面上多了一艘动力救生亭 而岸上救生员不断的广播 提醒游客不要超过警戒线 现场游客请注意 现场游客请注意 从今日起 游客禁止出红色警戒线 那就是有浪的时候满潮有浪 或是刚满潮要退潮的时候 那个拉力最大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看潮汐 我们会大概注意到哪个时段 像今天满潮就12点半 等一下会最满 最满的时候 刚开始退的时候就有拉力 退到快最底的时候拉力最长 同样封闭一周的金融潮进潜水区 终于开放 潜水客一早就准备装备下海 很开心啊 所以马上就来了 大概七点又出门 今天大概五点五点半吧 市政府消防局惩罚处 相关单位进驻现场 消防局派出了三艘机动的橡皮艇借户 现场实施水域预警机制 将随时观测海域状况 今天有派遣三艘船艇 然后每艘船艇上 有一位操船头跟两位潜水人员 那总共就是九个人 那其中两艘是由我们 水上救生协会的那个志工来支援 那一艘就由我们消防局的人员来来支援 消防局出动空拍机进行监测 岸上将安排人力 针对水域环境说明 潮汐时间等安全事项 向游客加强宣导 所以未来我们其实潮汐进 未来会实施这个潜水证照制度 必须要有进阶的潜水证照 才能来这个区域来潜水 所以要有潜水证照 而且自己装备一定要足备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里的地形地貌 就是要清楚的知道 这里哪些有比较出现按钮的地方 哪一些是容易有踢到珊瑚的地方 就是我们来潜水的时候 也注意生态跟地形的环境 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 那再来就是潜伴制度 就是刚刚讲的时候 潜伴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的状况 我们要互相注意潜伴目前的状态 是不是有落单 或者是它有出现什么状况 可以互相照应 大五轮沙滩和潮进公园重新开放 政府透过城城的安全措施 希望避免汗事再发生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为了煮一碗咖喱饭或是一锅寿喜烧 您愿意花上多少时间呢 在高雄新绝江附近的日本店料理老板 认为极致的美味在于耗时耗力 熬出的酱汁以及真材实料 对于一种技术的完美可以坚持到什么程度呢 在高雄玉竹一街上的这间日料店 老板小时候受到日本的料理节目启发 主动到餐厅寻求学徒工作 从最基层一路做到现在 数十年如一日本着初心 对原料的要求只是第一步 如何忠实呈现高品质食材的美味 以及原汁原味的料理风格 才是多年经验淬炼出的关键 我今天选择的是那个荞麦面 非常非常好吃 因为我觉得它的酱料是特别强的 因为我是非常爱吃荞麦面的人这样子 然后wasabi很到底 对这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而且就是吃下去第一口是会惊艳的 对对对 它的沙拉的酱 对我们刚刚是不约而同 就哦酱很好吃这样子 因为我是不是日本人 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就都是这样做法 所以我就一样是试诚它的方式 就是直接呈现 我做到现在我都会想说 我就做什么像什么就好 我做比如说我做猪排咖喱 猪排咖喱的原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要厚切然后酱要好吃 该怎么做我就这样做 寿喜烧沙拉什么的 我就是将食物忠实的原味呈现 作为目前一生都与厨房为伍的人 老板对出自己手的料理格外有要求 例如这碗咖喱饭光是制作浓郁的咖喱酱 往往就得花上一整天 老板表示他不使用额外的人工添料 以最原始的方法慢慢熬煮 虽然耗食但味道绝对值得 包括搭配的后切猪排 也坚持新鲜的现点现炸 我是用后切的大理机 然后有袋油花 其实它的美味的关键就是 我现点现炸 店里的另一个必点美食 就是这锅寿喜烧 丰富的内容物多到满出来 包含梵利贝草虾牛五花还有一大支油炸过的中卷 除此之外这一锅的精髓就是老板的秘制酱汁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酱汁 我觉得我的酱汁 不能老老卖瓜说自己好吃 但是我觉得我的酱汁真的不错 很浓郁 我觉得厨师最高境界 不是刀工 不是芳草 抛锅 我觉得厨师最高境界是酱汁 就是它是将很厉害的酱汁能够前边往后 对于酱汁的要求与信心 也让老板之后预计推出真控包装 半售咖喱酱与寿喜烧酱 老板说对待料理要宛如初恋的坚持并不容易 但他仍持续钻研 希望来访的客人都能品尝到酱汁之道的极致美味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最终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简介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嵌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巨检及巨测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